Hello 繼續跟大家分享 11對 舊球鞋 只有一對 只有一對留在新加坡回收球鞋 追蹤APP 追蹤APP 顯示 在回收地點 附近1.6公里的社區 有可能是怎樣 被人拿走 但是路透社記者到該區去查核的時候就未能 找回這雙鞋的下落 路透社記者在今年初2023年把這些追蹤的數據交給陶氏化工 請陶氏化工回應 陶氏化工1月18日表示啟動了調查 2月22日回應說 根據調查 結果決定從3月1日開始終止與二手服飾 其中一個回收箱的合作 並沒有交代為何這些數料材料 回收計劃 會是由二手服飾箱 來處理 這個就是問題 回收再做計劃 找二手服飾箱 執行 而這間回收的二手服飾箱 叫做York IMPACT 回應說 他們把球鞋收回來的過程中可能出現差錯 把這些項目的回收計劃的球鞋 當成二手 反手的球鞋 再次處理而出手 該公司說 今年的合約結束之後不會再參與 但沒有說明 怎樣結束的 涂氏化工 向路透社發表聲明說 他們位於新加坡 他們 的新加坡 回收球鞋的計劃 實質的進展 位於新加坡 魚郎區的 一處運動中心 將會使用回收 球鞋的物料 現在鋪設 這個跑道 該公司還指出 新加坡的加冷區 新社 足球運動中心 使用回收的物料鋪設計劃 取得鋪設的跑道 一萬 公斤的材料 路透無法檢證 圖氏化學宣稱 的運動廠 是否 是用回收材料而鋪設 除了新加坡 體育局 與圖氏化工 合作回收這個項目 之外 還包括渣彈銀行 運動 品靈受傷 以及 跑道鋪設材料 BT Sport 這些公司 都不回應 路透社 這方面的查問 還有 有些公司 完完全全反對 回收球鞋 被 去 販賣 但是新加坡 體育局 對記者 這個詢問 就叫他去問 這個圖氏化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圖氏化工就沒有辦法 可以查得出 回收的數據 為什麼 圖氏化工 在2021年7月發布的宣傳片 表示 2019年回收計劃收到2.1萬 雙銀行 2020年 計劃收的是7.5萬雙銀行 圖氏化工沒有回覆 路透社記者新聞目前收到多少雙銀行 用來鋪設這個情況 根據記者自己的分析報導 這11箱去年7月 17日至9月9日 在新加坡回收的 沒有一箱 是送去活動宣傳所說 進入這個回收廠 突然這個環保 的計劃是缺乏 核查的問題 整個 整個體系 並不可信 因為這個 即是將 一些舊的回收 變成了二手拿去 逃離 可能現在鋪設的東西 根本就 不是 這個回收球鞋 所用的舊物料 而造成的新材料 來鋪設 因為這樣的關係 即是換句話說 整體就會出現了 誠信這兩個字 喂 所謂二手伏式販賣 在非洲和東南亞地區 正形成龐大的垃圾問題 因為這些都是回收 之後進入了貨櫃 之後又經過一大堆 非常 不乾淨 或者帶有 污染的物品 所以會造成了 在非洲 變成了傾倒垃圾的問題 所以回收再做這件事 其實 是否可行 和要怎樣去執行 都是值得我們反思 因為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一個好的計劃 我們沒有用到一個很好的監察 的方法去處理 最後原來 是被其他的商人 作為逃利 大家做了一個宣傳 揭開了這個序幕 最後 這個運動場 真的鋪設了 但是原來 他並不是 是用這個回收回來 和原意的初衷 是完全違背的 一個計劃 好了 回來我繼續說 最後的總結 好了 大家都非常開心 原來我們在搞一個永續計劃 大家談的時間 我有這些技術 我有這個認知 我對社會環境各方面有 好的表達 我給你一個運動場 你給我鋪了它 還有 因為用一些舊材料 我們願意 我們願意付錢 但是 這樣 即使推動這個環保的概念 政府願意支持 因為這個可以作為全球 或者亞太地區的宣傳 但是 有公司做假 公司下游的公司 都是做假 這樣令到這間公司變成明星公司 肯定不是指第一次 可能在全世界發佈所有的report 所有的技術 所有的東西 值得別人尊敬的公司 就馬上變成一個虛偽 的公司 是啊 不誠信的公司 誰揭露它 一些媒體 媒體就做了一個監察 的作用 喂 是不是真的可以的 你們說這樣做 最後是不是真的這樣做 成本貴了 那樣那樣 但是 你看到 原來 說是一套 做可能是另一套 而政府是沒有 去做到 每一個部分都去做監察 因為 很簡單地 給了我們的誠信的企業 圖示化工 大家在這件事 看不見到 中間原來是 要有制衡方 現在出了一個 是獨立的制衡方 那個就揭露了 這件事情的情況 因為 告訴大家 通過科技 現在的科技 非常簡單 Apple的 AirTag科技 就可以 我試一對 真的不行我放夠十對 都沒有一對出現在回收 回收廠 裡面 這樣是不是即時造假 絕對是 一個字 Absolutely 是錯的 一定錯的 好了 出了之後 圖示化工也好 各樣東西也好 找下游的 下游的 合作夥伴 我們制了他期了 3月1日 我們不會讓他再參與這個回收計劃 政府那邊就非常簡單 有一個太極衰手 你去問他 不要來訪問我 因為我們就給了這個 這個scheme的鋪開 是跟這個 同事化工 去有責任 去那樣 你去問他們 他們是會負責整個執行的部分 整件事完了 好像責任沒有了 但是 你又看到科技告訴我們 喂不是 是啊 去了耶加達的二手市場 出現了這些 tech的information 今天可不可以造假 當然不可以 造假 很多人去監管你 還有 這樣令到了 新加坡 政府是不是要求婚 求婚的 因為他沒有 做好監管的部分 再扣分那個 當然是 同事發工 他沒有可能 這樣做 所以 反映什麼 這間公司 不誠信 不可的 他的投資者會怎樣 怎麼可以的 你們這樣做事 這樣的股價就會反映了一切 這個是造成什麼 深遠的影響 大家不要不知道 原來我們相信的 就是相信你的名字 你這間公司的名字 你有很多的機制 有ISO 有很多認證 各樣東西就是我們相信你 為什麼要用big 4 因為我們相信你 核實 那個財務報表 但是行為是需要核實的 這個是一個政府和一個很大的公司的環保項目 你直接打沉了一些想做環保的人士 支持這個項目的人士 所有所有 都失望 也即使換句說話說 一刀砍下環保 喂 沒有人願意做了 為什麼 他們都是造假的 告訴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按他們的 processing 還是很多人監察 很多人監管 很多那樣的 那樣 但是最後 原來 不是那樣的 我們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理到這些問題 所以有一個 挺身而出 的記者 是路透社的一個記者 覺得事態不是這樣 去慢慢一步一步揭露這些事情 如果沒有記者 所有的人都是說一個說話 是這件好事 完成了 我們做完了 最後的結果是這樣 所以我們大家都鼓掌 還有 科技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無可遁形 大家要清楚知道 自己的社會責任的部分 好了 來到這裡 我的總結說完了 多謝大家 繼續支持 筆記道 點贊訂閱